瑞穗乡唯一的瑞美运动公园 在客委会的经费支持下 去年顺利改善辟件完工的 风雨篮球场公测与公园步道设施 受到地方详情的肯定 不过为了也能提供夜间运动空间 乡公所设置了照明设备 未来将朝使用者付费的方式来管理 花了一年多时间的整件改善 原本是残破不堪的户外篮球场 现在加了顶棚地板也重新铺设 整个焕然一新 成为了大众喜爱打篮球运动的好地方 去年12月份完工齐用的 还不只是风雨操场 包括了步道、露天看台以及公厕 乡长吴万德表示 未来不仅是瑞瑟湘大型活动推办的场地 更是推广各类休闲运动的基地 因为我们现在的运动公园 目前已经严修完成了 在这个阶段已经都六十 都开始严护了 你像我们的运动公园的厕所 还有一些的看台 还有我们外面的所有的一些的设施 都已经陆续完成了 瑞瑟湘工所在客委会的计划支持下 赤资三千六百多万元经费 重新整顿瑞美运动公园 同时辟建风雨操场、公测等等的设施 而其中也为了能够提供夜间运动空间 也加设了照明设备 未来湘工所也将朝向使用者付费的方式来维护管理 建置至今将近半百年历史的瑞美运动公园 近二十年来顺应社会变迁 园区环境设施也不断进化再进化 现在除了是崭新的风雨操场 由于乡里图书馆也坐落其中 乡长吴万德也希望能够朝向亲子休闲空间来发展 成为瑞瑟湘最活络的新据点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